我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就是很顯然 這是使得中共又重新回到了文革的軌道上 因為鄧小平的這個論旗幟 可以說是中共在文革以後痛定思痛的最大成果 也是唯一的成果 那麼習近平輕易的打破 就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一個政黨 它沒有辦法吸取任何歷史的教訓 人們所說的文革2.0版是真實的在發生 第二個也反映了中國和中共目前的一個現狀 就是說一個平庸但是野心勃勃的領袖 面對著一個什麼呢 面對著一個已經忠心無望的百年老黨 這個百年老黨甚至連對他的領袖有起碼的規範 要求他遵循一個幾十年以來達到的一個任期制的結果 這一點都做不到 所以這個就是中共的現狀 這個實在是令人失望 這個是我的兩點看法